我本位礼仪之班 但来而不亡非礼也 拉班结派 虎假虎威 吓唬中国行不通 但正面漂亮 让那些无中深有的人奥腾 二十二旅 一则中方对欧盟识人似实体 实施制裁的新闻 引爆中国网络 阅读 过硬 网友好评炉潮 纷纷一吐为快 为中国反制欧盟分款点赞 一记重拳写一碗名义 如此制裁 如此密集 无一窥烂中国 对中国服侍单单的 三类人倍感震慑 一是震慑那些疯狂 撕咬中国 却指望中国冷气通声的人 并观中方这次制裁的 欧方个人和实体 无一例外都是 长期以来站在反华第一线 动辄喊打喊杀的极先芬 就拿名列制裁名单 第一位的欧洲议会议员来说 全能在新疆 香港 台湾 中欧 投资协定 无据等一系列议题上 攻击中国 渲染中国威胁 阻挠中欧合作几乎是焚中必反 而一旦中方有所反驳反制 包括比蒂克菲尔在内的一类人 甚至是单权政客 往往就得跳脚 急忙地指控中国咄咄逼冷 在他们心中 没有是非屈指 只有我可以你不可以的执念 以及指望中国你来顺受 人气通声的 二是震慑那些人权教师爷 先进国家置居 居高临下指责中国的人 中国本次制裁的起因 是欧方以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 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欧方之所以如此颠倒黑白 背后既有访华人士的推波助澜 也有升值在西方一部分人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这种优越感促使他们理所当然的 充当人权教师爷 动辄对其他国家移植气势 他们选择性忘记自身的最佳历史 选择性忽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人权保护成就 选择性相信一些明显有虚假成分的报告观点 但凡能够让他们自身道德高低的伎俩都玩得弃非 实际上不只是人权问题 在诸如贸易环保知识产权等诸多议题上 西方持有双重标准的能大有人在 只不过面对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中国 他们叛得比也越来越多 上市正是那些无视中国警告 至于中国捍卫主权和利益决心的人 正如网友所说 中国乃礼仪之般 但来而不往非礼仪 延续数千年的灿烂历史 以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建的 深刻记忆 使得有礼有节 温文尔雅等文明特质 深深沦露中国的内政挖交中 制裁作为体现国家意志和强力的特殊工具 中国向来胜任更无理由使用 往往在制裁之前频繁地发出警告 对对方的自揪自查 抱有善意和期待 正明显区别自说自话 将制裁大半 别在腰间的部分欧美国家 但西方竟然因此将中国的善意解读为软弱 将中国的警告解读为妥协 这显然是一厢情愿误读了中国立场 从中国反制美国打压中企媒体 到中国制裁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再到本次制裁欧方部分个人和实体 都能看出中国说到做到 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已 销售秋分金幼式 换了人间 如今早已不是眼人鼻息 任人宰割的时代 某些国家在东方海岸架起几砖大炮 就能够占领一个国家的历史 也被扫进了灰城 从占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 注意平时这个世界 中国发展强大的历史 无疑是不断打破神话的历史 抗美援朝的胜利 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两大一心的成功和中国航天事业的 长足进步 打破了西方高科技垄断的神话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和全球经济增长最大驱动力 打破了西式自由市场经济 和华盛顿共识的神话 如今 疫情下中国率先摆脱阴霾 并实现复输 更是一连串的打破西方在公共卫生 社会保障 科学精神 乃至国际折论等 诸多方面的神话 一系列打破神话的背后 是数千年文明底蕴的持续奔发 是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 是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 也是国民自豪感的显著增强 这样的中国平视世界 有着极其强大的底气 那些冲着中国恐吓叫嚣 对中国以止气使的小流氓 人权教师爷们 紧跟着欧方对中国发起单边制裁的美国和加拿大 显然是看错了世界 更看错了中国 西方拉班结伙 难道就能够让中国人民屈服 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 同中国说话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中方在安克雷奇的这番话 是说给美方听的 也是说给整个西方世界听的 西方有着拉班结伙 对华施压的经历 确实也曾让他们尝过一些甜头 120年前 由西方国家组成的八国联军 逼迫中国签订了善权鲁国的辛丑条约 然而让中华之物理结与国之欢心的统治者 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70多年前 美国纠集十多个国家 组成的所谓的联合国军 将战火烧到了新中国的家门口 中国人民愿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 同他们对话 以仗指仗一无争 愿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 现如今 欧美英家联手制裁中国 难道还有人指望 中国人会吃这一套 正如中方23日所指出的编个故事 召告谎言 就能肆意地干涉中国内政的时代 早已已去不复法 此时此刻 此情此景 那些还有如此执念的西方政客 实在是应该读一读毛泽东的西江越紧干商 对于欧盟的反制似乎并不对的 我们是将近三倍访黄 极度的令人舒适 坚决支持国家出手 不允许有人吃中国饭 砸中国锅 中国做出反制之后 法国外展跳了出来 表示中国的制裁决定令人无法接受 学际表示 将召见中国驻法大使卢沙也 抗议中国侮辱和制裁法国议员和研究人员 卢沙也表示 我今天没空 明天也没空 因为明天我要去法国外交部 就欧盟对中国个人实体的制裁决定 和台湾问题向法国提出交涉 德国外长马斯也后着连皮表示 中国反制欧盟议员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我们欧盟是很重视人权的 这就是西方的强盗逻辑 一百多年了 一点没变 只许他们制裁别人 还不许别人还手 唯一变得是世界早已经昌喊三天 他们却自以为是 把自己的小圈子当作全世界 这里我补充一个背景 由于跟美国合作的疫苗被美国私吞 英国的疫苗也出现了质量问题 加上病毒不断变异 欧盟面临着第三波疫情高潮 然而欧盟至今已经接种疫苗的人不到十分之一 新增病例 激增而接种进度迟缓 使得欧盟警告其可能禁止阿斯利康疫苗出口 所以欧盟的问题在于 对境内的问题视而不见 又听不进中国的解释 更不肯到中国去调查研究 只会随身附和紧展的蛙声 号称捍卫境内价值观 欧洲群蛙锅罩起来之后 乌眼莲蛙中的英国 加拿大和美国士气高涨 一混而起 顺部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 这就是中国的尴尬 你永远也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同样 你也永远无法平视跳入井中的蛙 除非我们也跳入井中 一百多年前 列强轮番围殴中国 我们从自身找原因得出结论 原因是 因为我们闭关锁国 满目自大 看不起世界大事 没做好自己的事 而落后哀胆 一百年后 西方列强依然试图围殴中国 但是这一次 原因不在我们身上 而在对方 是因为角色已经互换 我们做好了自己的事情 但他们却自以为是 坐井至蛙 看不清世界大事 他们不肯正视自身问题 不肯打破囚禁 自己的信息减法 不能够客观地 看待世界发展趋势 靠污蔑对方 获取自身的优越感 其实就是新时代的井底之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